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台男子在日杀两少女后逃亡 演唱会现场追星被捕 警车开到警署前的车道 张贤下车,趁警察不备 拿出玉残的尖刀刺警自杀,送医不治 警示厅表示 张志阳在警局上曾对他们自白 我是用水果刀杀了林同学和猪同学 对他俩和我的亲人感到非常抱歉 日本警示厅犯罪对策阿科科长 滕永和说 对于嫌犯自杀身亡,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台湾刑事局国际科 昨晚与日方联系后 确认张志阳在死前向日本警方 坦诚杀害林珠两名女学生 同时张贤死前也向被杀的女学生 及自己家人表达对不起 此外,张志阳在乡行车内 面对通过中文的日警询问时 也坦诚犯下行窃罪 但究竟他杀人动机为何 在何时何地,行窃何物 日警都还要进一步了解 再见